店員總共推薦了我們五樣東西 今天就告訴大家 店員他們推薦大家吃的東西是什麼 開始我們進來說要問了小朋友喜歡什麼玩具 結果居然 真的太... 親愛的人在幹嘛 你的開場牌好老套 每一次都不一樣 不然欸 這是我們的風格 好老套 你為什麼要拿著牙線 你可以拿在這裡嗎 要剃牙 要剃牙 你還沒開始吃就在剃牙 因為我們在還沒進去吃之前 就已經開始吃東西 你在等的時候就可以先吃莫凡比的冰淇淋 還有哈根拉斯喔 超好 沒有 有哈根拉斯嗎 有啊 花生的是哈根拉斯 巧克力是莫凡比 花生的是哈根拉斯 他一來就說要等喔 你可以先吃冰淇淋 那如果說等的時間比較長 他還有提供一些免費的桌遊 小朋友都可以在這邊玩 你看 這兩個已經玩不開了 在玩桌遊 說一下海底撈的會員怎麼註冊 快點 我剛剛在等待的時候想說 那是先把會員註冊起來好了 就是註冊怎麼樣都無法登入 問了一下員工 他說呢 APP海底撈的部分 就是台灣還不能使用 如果說像我們現在要註冊會員 要進去店內才能註冊 對 這邊四位用餐嗎 對 這邊有來過嗎 這邊有來過嗎 有 這邊是免費的美甲 要件有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先出個號碼 好 謝謝 後面是兒 兒童食 對 那小朋友要玩的話 都可以送過來 120公分以下都可以 好 謝謝 來這邊請 你們好歡迎 我們都在208號 弟弟你們要用大人的餐具嗎 對 那鍋底的部分先幫我選酒優 看你們要選幾種口味 我們可以選四種 也可以選兩種 我們可以選三種 好 那四種的話 麻辣可能才先吃招牌 那今天會使用到醬料嗎 因為我們醬料是要收費員工學 我會建議是先吃原味啦 因為我覺得鍋底的味道其實夠 好 我們等一下點餐有分一份跟半份 好 我會建議我們先用半份 因為先常常看這道菜能不能夠味 如果你點一份有時候會很多 如果吃不完就早上浪費 好 然後就按半份之後 再按 我會員有什麼好處 會員呢就是 你交配的金額 可以去點數 點數可以換菜 或者換小禮品 對 那我們是五元一點 那這個帳號呢 你們都可以一起使用 那我順便跟你們講一下 我們比較多人點的 像第一個烙太滑牛肉 一年賣440萬分 這個是麻辣 這是麻辣 酸菜 番茄 三鮮 你們要不要圍兜兜保護衣服 好 那就大人兩小孩都有齁 兩件四件 好 今天比較特別的阿 是我們點的餐阿 大部分都是店員推薦的 對不對 都不是我們的餐 對我們沒有店 不是啦就是不是我們就是 因為你一般都會點我想吃的食材 對 那我們今天點的都是店員 推薦我們吃的東西 對就是 我們今天就來吃個五樣給大家看 最主要這五樣都是他推薦的 趕快吃飯有玩具喔 好不好 喔 趕快吃飯有玩具 我沒有 你沒有喜歡玩具 我沒有 他喜歡神奇寶貝 他喜歡神奇寶貝喔 那你咧 他喜歡神奇寶貝喔 蛤 蛤 你一定喜歡打囉 不是打囉 那不是打囉 小小 欸 肉有不打囉嗎 那 給肉有什麼 我們的撈派豬腦 跟撈派豆花 人家都會教你們怎麼煮喔 這是豬腦 這個是豬腦 這個是豆花 好 然後我們秘魯來了 要幾個杯杯 兩個 兩個 台灣現在有幾間還是? 喔 我看看 看看 我要怎麼解釋 第一間是心意店在ATG For Bar 第二間就是我們茶的 雉絲牛肉丸 好的 起司牛肉丸 好 謝謝 裡面有起司 也要說要小心會爆香喔 然後第二間就是我們阪橋店 大園白 第三間店的話是台中店 也是台中大園板 第四間店的話是新竹店 是新竹大園板 然後第五間店是我們的那個 台北車站的金站店 第五間 那第六間是那個 桃園的那個 洪嶺 對 洪嶺店 那第七間店是那個高雄 高雄 在那個 漢城巨大 對 然後現在中有店 台中中有 中有百貨 也開了一間 哇 那快時間了 對 然後記時間一期要開囉 在桃園的那個台夢 台夢 對 這樣總共就是時間 店員總共推薦了我們五樣東西 今天就告訴大家 店員他們推薦大家吃的東西是什麼 第一樣就是這個 撈派黃喉 這叫半份 這個半份是150塊台幣 這個撈派黃喉呢 都建議大家下麻辣鍋煮 一分鐘 你就可以直接讓他起來 這個 撈派黃喉 他是豬的心血管 對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我看看我看看 他是脆脆的 沒有什麼那種 沒有那種內臟的味道 他就只是外面的那一層 嗯 嗯 蠻好吃的很脆 欸這片在格蘿 欸嘿嘿 這片是我的耶 我在幫你煮 這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喔 嗯 這我喜歡 我會呢 店員推薦的第二樣 撈派豆花 它其實不是豆花 它是豆腐 它的豆腐呢 是使用非基改的黃豆去做的 所以它吃起來裡面是比較綿密的 來 我教你們用 這個要沾醬這個 對 沒錯 我想說 欸因為時間到了我就過來了 結果豆腐不見了 對 我剛剛好到我想說超過五分鐘 我想說 怎麼豆腐不見了 好 攪拌一下 來 把它 放在裡面 欸 用小塊一點嘛 這樣大家都吃得到 哦 然後 沾著吃 這捲給你 這樣就是這樣 OK 因為可是這個的口感 我剛剛用筷子想要好像有點 硬硬的 那他們兩個 不喜歡硬硬的口感 可以再煮一下 就這一塊就再煮久一點 好不好 那這一塊給大人吃 好不好 好 你說這怎麼醬 這個是豆花醬 我現在要吃囉 有看到汁一直這樣嗎 那裡面啊 吃起來就是 看起來粗粗的 可是吃起來很刺激的 真的喔 對 它的味道就很特別啦 到位不中 吃看看 好 這種豆腐啊 就是很適合拿來 就是在湯裡面 游泳的那種豆腐 它的毛細口是比較多的 我覺得不會硬喔 他剛才說很硬 不會硬啊 很好吃啊 咖啡 後來沒有想過要點這個 可是我覺得這真的蠻好吃的 這個我真的真心自己推薦大家 可以點這個 多少錢 多少錢 一百一十塊 還是 半份 半份 一百一十塊 撈派豆花 店員推薦的第三樣 就是他們的招牌 蝦滑 他們的蝦滑呢 是百分之九十三 全部都是蝦子做的 而且不能九十四或九十二 一定要九十三 就是有抓剛剛好那個比例 多一點少一點 都不行喔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試吃看看 它的招牌蝦滑 然後我們今天的湯啊 是用四個的 很特別喔 聽說四川啊 有那種九宮格的 更特別 然後蝦滑是在酸菜鍋裡面的 我相信它是真的蝦子 真的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看到腸泥 哦真的 它吃起來跟一般的 就是比如說蟹肉飯 或者是那種蝦肉的那種棒子 可是吃起來不太一樣 吃吃看 就蝦子味啊 感覺就像吃蝦子 對就像吃蝦子 你不會覺得它是蝦滑 好吃嗎推薦嗎 你整隻的蝦子味 多少錢多少錢 半份 兩百四十五 滿貴的耶 大概四五顆而已 對蝦滑稍微比較貴了一點 所以我覺得大家這樣可以斟酌一點 可是它其實蠻好吃的 如果你喜歡吃海鮮類的東西 還是可以推薦你點一下 有 有 接著要吃豬腦 豬腦這種事情就要我來吃 你知道為什麼 你吃豬腦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腦筋都不太好 常忘東忘西 我昨天忘記一些很誇張的事情對不對 真的耶 晾衣服嘛對不對 呃 它昨天忘記晾衣服 前天找不到Dyson腦忘記 對 我昨天 前天還好 後來有找到 真的 不然應該要多花好多錢 對 然後豬腦它是這樣子的 它長這樣 然後啊 要煮十五分鐘 我為什麼會喜歡吃豬腦 因為我上個禮拜去從這邊吃 覺得味道還不錯 那我現在來吃吃看 它的豬腦 然後豬腦因應它的特性啊 就是要煮麻辣的 你知道嗎 有 剛剛店員有說 這一定要煮麻辣的 對 然後沾這個什麼粉 辣辣粉 辣粉 就是 這就是辣椒粉 啊 我吃看看 我吃看看 它的粉不會很辣 不要硬撐 它的粉比較鹹不會辣 它這豬腦吃起來 志祺姐應該會喜歡 真的喔 嗯 它吃起來比較像 奶酪的感覺 奶酪 奶酪 對 就不甜的奶酪 辣的奶酪 對 不甜的奶酪 我覺得這個很滑順 你說它三顆多少錢 一顆五十塊嘛 對 還不錯啦 我覺得口感很好 可以吃吃看 可以點一次看 對 好吃 蠻好吃 我在看哪一個吃豬腦 我在看哪一個吃豬腦 你在吃豬腦 你在吃豬腦 海底撈有提供很多貼心小肚 我先跟大家講 第一件事情 你會有點歪歪的 第一件事情 提供一件圍兜兜 如果你需要袖套 也可以申請 不是它就會給你袖套 如果你怕髒的話 也可以有袖套 它還有提供一些 比如說像這個 擦手機的啊 或者是擦眼鏡的 一些酒精的棉布 綁頭髮 好可以了下一個啦 太久了嗎 好好太久了 是薄荷糖吧 對 薄荷糖 薄荷糖 然後還有提供一個這個 夾鏈袋 可以放手機 這不是外帶用的嗎 可以把它外帶一些 夾鏈袋 這個袋是可以 這不是放手機 最後一樣 桌桌必臉 人人必吃 一年賣440萬份的 撈派滑流 店員剛剛有說 我建議丟麻辣的 或酸菜的下去煮 都非常的好吃 我剛剛兩種的 我先吃過 再跟大家講 這兩種 我比較建議大家吃麻辣 我覺得麻辣 比酸菜更好吃 他呢 主打是說 你一次要煮五分鐘 你怎麼煮都不會啦 你要煮多久 你就煮多久 它怎麼樣都好吃 所以我要來吃吃看 是不是這麼厲害 滑牛肉 滑牛肉 你看 一開吧 你有沒有不小心用蒜過 你有沒有不小心用蒜過 現在比較少 不是啊 以前有就對了 剛開始的時候回來 要攪散囉 要把它叫上 好 對 阿姨有沒有不小心打到客人臉上過 對 就再表演一次這樣 然後再表演一次 就是再送一次對不對 對 要教你多著 兩分鐘都可以一次 好 謝謝 我們用太快 謝謝 好 你們現在親爸爸媽媽一下 就給你們禮物 快點 怎麼我們要請 請你們吃飯耶 那你不能坐上了耶 快點快點 快點我洗臉 來 來 來 給我看 你來 教訓我 我真的有幫你們準備禮物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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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裡有禮物 我真的有準備禮物 欸 寶可夢咧 跟他來加的 我真的有準備禮物 我真的有準備禮物咧 真的有禮物 今天你拿著來板橋電動車子 阿 阿剛好被我服務阿 對不對 幫你這裡 這裡 要親這裡才有 要親這裡才有 要幫你這裡 我要吃蝶頭 姊姊親我 多大方阿 你看姊姊多大方 沒有親到 姊姊有親到嗎 姊姊你沒有親我一下 阿 阿弟弟也剩你了 剩你了 快 來 姊姊先哪裡 姊姊姊親了 太好了吧 姊姊還沒親對不對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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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啦 來 給你 啊 聽客人說趕快去隔壁嗎 就是有空就會去阿 真的假的 就特別準備阿 所以你們櫃子裡面應該都是玩具嗎 也不會啦 不然我們也沒有地方放東西 都去大元買買就對了 所以剛好櫃子就是 你們太貼心了吧 對阿 你也拿到裡面很驚喜 你們覺得太誇張了 現在要不要來海底撈 呀 你們都被收買了 你知道說開箱真的要海底撈灌嗎 我要離開海底撈 我覺得這個是有史以來 我覺得最扯的服務 超扯 一開始我們進來的時候 要問了小朋友喜歡什麼玩具 結果 居然跑去旁邊大元買的玩具店買 真的太扯了 最後店員說 店員講了一句話 我印象很深刻 什麼話 他說海底撈就是很舒服 對有點 我覺得今天真的太誇張 其實我覺得海底撈最厲害就是 他的服務 對他的服務 而且他很清楚其實 最貴的東西是人 不管是在服務的人員 還是在這些排隊的人 他用了很多的服務 讓這間店排隊 他深深之道 其實最貴最貴的就是 在外面幫他廣告這些人 他把行銷這件事情 也做在人的身上 真的做得非常的貼切 真的不要小看大陸的企業 我覺得他在某些人現在服務的方面 真的 欸我覺得他還在 他其實蠻厲害的 他還在進步 你有沒有覺得從我們第一次吃 趕快一 開力撈到現在 對我覺得他一直在進步 他一直在進步 我記得印象中以前是沒有小菜 沒有水果 現在都 你要綁頭髮啊 酒精綿片啊 然後你要保護你的衣服啊 他都想得很收到 真的 像我覺得他的放包包抽屜 就是也是 有想到 有些人會很大 欸連我這麼大的包包都放得下 對啊 有些人包包放 就只能放一個小小的東西 他不是 就是這麼大的包包 他都能放 就是全部都想好 我是叫你做影片結尾 喔影片結尾 如果你喜歡老外的影片 小包的頻道 記得要追蹤 新店餐飲的Instagram喔 要記得訂閱悠遊的頻道 我們明天見 拜拜